全国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台北市政府也同步宣布各级学校补习班 社区大学等停课到7月2号 期末考将取消值本考试 采线上多元评量 并取消实体毕业典礼 说停课到7月2号 我看那就是直接到暑假去了 所以我们就停课到7月2号 那这个学习的期末考 大概也没有办法做实体考试的 所以那个是要线上评量 还是要什么调整 那就授权每个学校自己去处理 那原则还是停课不停办 我们学生的基本照顾会给他做到 还有点特别叮咛 实体毕业典礼就不要办了 这个还是群聚 所以这个就 拜托不要耍大牌 人家说不行就是不行 所以毕业典礼就改线上办理 另外幼儿园6月将不向家长收取月费 以收费者也应按照规定退费 而至于幼儿园附设课后照顾中心 补习班以及安亲班 则依胜于天数比例退还款项 那我们的幼儿园6月 原则上就是不收取月费 就不收取了 那如果收取的要按照规定退费 那另外包括幼儿园附设课后辅导 照顾中心补习班 以及儿童课后照顾服务中心等等 这些呢 原则上也都是 如果他们缴了费用 那当然就是说你要按照比例 那么来退费 教育局也表示学校暑期应对 也一律取消或延后 并视疫情做滚动式的调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